前不久,一甲豪门尤文图斯的韩国之情可谓是一地鸡毛 由于球队的招牌巨星C罗不仅缺席了赛前的球迷宪明慧,还没有出场比赛 这让现场接近6万名为了目睹总台风采的韩国球迷感到异常愤怒 赛后,更是有不少韩国球迷撕掉烧毁C罗的球衣来掀粉 此外,韩媒还爆出是C罗自己拒绝出场 在此之前,尤文和韩方签约了一条特别的条款 C罗每伤命就需要出场至少45分钟 但是尤文考虑到比赛结束后直接飞回意大利 尤文方面希望缩短比赛时间 比赛上下半场时间从45分钟改为40分钟 中场休息时间则从15分钟缩短为10分钟 不过韩方拒绝了尤文的请求 这使C罗很生气,可能也是拒绝上场的原因之一 尤文方面已经道歉了,并且会赔偿400多万人民币 不过C罗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 据消息称,韩国球迷将要主办方赔偿177万韩元 其中包括门票和100万韩元的进程损失费 尤文接受到此案件的律师表示 大家为了看C罗都购买了昂贵的门票 但C罗爽约并没有出场一分钟 所有球迷被欺诈了60亿韩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